他说市底好像强了,他说现在入700有没有机会赢呢,你都看好腾讯的嘛,如果是说他真的有心买入的话,其实你记得有什么交换? 又在字眼上面回答,有没有机会赢,如果这些位置没有机会赢,我不会直接说做长线部署,但是分清楚是长线部署,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些位置买,你觉得再会出现股王腾讯,我要望600元,700元那些位置,没可能的,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,但是现在买腾讯就是在那个角度上, 只有十几倍PE左右,你这些位置开始收集,什么时候会赢呢?突然间,真是突然间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,内地出回一些游戏版号出回来,你想想刚刚在说什么就是,现在刻在说内地的经济状况不行了,他们没有条件就有一些强硬的政策,看到开始那些未成年人开始不玩的情况下,那些游戏版号整个整完一轮之后,就开始慢慢放回来了,但是你不知道停多久,我们在拼一样东西,年头那次澄清说,不是整年都停游戏版号,就试试信他咯, 那道理就会是这样的,但是当然有游戏版号出回来,你只得到对幕,四百二,四百三左右,所以你在这些位置开始去撑赢他,不难的,甚至有机会站在三百五十元楼上,所以如果你是买腾讯,你偏短线的话,怎样去做部署,这些位置买得住,三百五十元再扣一扣,真是穿了,你发现穿位那段时间,就是有些很重大的理淡因素,那就不扣了,到时候止蝕, 相反地没什么特别因素的时候,那些位置穿一穿的时候,试一下交货,拼去假跌穿,跟着站在可能三百四十的位置的时候,拼回整体偷胆成本,拼去再升上去,所以偏短线是难玩,短线一定是尽量低位那些买,但是你上个星期五你都不敢买,所以分别就是这样,这些位置我们为何强调短线是难玩,因为短线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候,跌就去买,升就去获利,而从中,你又要变化很快,当它突破的时候, 然后升那段时间,你就要勉強去追,所以东西就要够很考功夫,很考不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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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过一年你够够够 你问我的角度就是说都去到这个水平还有什么好惊的 假设穿300元就大不了之少 我的角度就是会是这样 但是前提当然说你之前这半年来说 这一年来说完全没有怎么输过钱 我们才有条件去想 如果你本身输了的时候 那就少住分住形式去买 你想想假设我们说分三住去买 你不会三住的成本都是在380多元上的 相反就是如果你直插下去的时候 300元走止泻 你不断地向下沟 可能你的平均成本都是350-340元左右 不会很大杀伤力的 所以分清楚自己的暴血策略 和自己的实际状况会是怎么样 我们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真的多本的 这些位置700 你可以慢慢撼 有机会跟到指数下 或者跑赢指数少少 但是要像以前股王的阶段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